Hello大家好 我是Avy 欢迎酒鬼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农历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过年送礼你都想好了吗 送酒 根据统计这个地球上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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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酒鬼 你不信 来是酒鬼的扣个1 这期就给大家详细的列一个属于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过年送酒清单 针对职场亲戚相亲或者你的约会对象的送酒指南 送你的老板或者上司礼物 感谢这一年来的照顾真的是必不可少 送老板礼物真的就是压力最大的 毕竟人家是老板该有都有了吧 你送的礼物呢又不能寒酸 但是又不想下个月吃土 怎么办呢 我建议送老板最好的就是送香槟 香槟这个酒啊 它的性质很特别 就是你会在特别开心啊 或者庆祝的时候才开 所以你这个时候传达给你老板的信息就是 你很特别 我很重视 在这里呢 香槟我会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大牌 入门级的话呢 就选冰月香槟 预算大概是500左右 中高端呢 就送凯德香槟 预算呢 是在600到700左右 高端老板呢 我们就送香槟王 预算大概是1500年 走完了职场我们来说说亲戚送酒指南 分为年长那一辈和年轻一辈长辈的话呢 我会建议送那种口感比较重的红葡萄酒 我建议大家选的话呢 就是选赤霞猪肝红或者是希拉肝红 记住是红葡萄品种 去到超市你就盯着赤霞猪和希拉 这两个品种无论什么产区 它的口味都是比较重一点的 那价格呢 有高有低 你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去选就好 年轻一辈的亲戚应该送什么呢 我呢建议就是送精酿啤酒 你想想我们打工人累一天回到家 如果能打开一瓶充满麦香气泡的精酿啤酒 文美 大家可以试试额岛酿酒狗 过年了也别忘给你的对象 或者是以后的另一半送上一瓶好酒 表达你的爱意 在这里呢 我就分送男生还有送女生的指南 我接下来推荐的9款 预算都是在300亿内 送男生的酒 首先你要观察一下他平时喝不喝酒 如果呢他并不是一个酒鬼的话 建议送他入门级的威士忌 推荐三只猴子 无论是纯饮或者做鸡尾酒 都非常的好喝 OK 如果你心仪的男生 他本身就是一个酒鬼的话 我呢会建议送他一瓶很不错的琴酒 在这里我列强推荐猴王47 他可以调出男生喜欢喝的很多鸡尾酒啊 就比如说马天尼啊 送女生我们应该送什么酒呢 这一款酒就是送所有的女生 他们都会很开心的接受 就是来自普罗旺斯产区的玫瑰葡萄酒 任何品牌呢都可以 它的价位一般呢都在两三百人民币左右 味道呢会有一种很香甜的那种草莓啊 树莓啊樱桃 还有淡淡的玫瑰花香 OK 以上就是我帮大家列的最强送酒清单 还不清楚要送什么呢 把你们要送的对象在下方留言 我会一一给你们解答 那先跟大家说一新新年快乐 愿大家呢新的一年要健健康康 挺平安安就是最重要 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收藏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